就剛剛的 如果說你的環境不OK 會有什麼問題 然後你一直在找不出問題的話 你可以拿我的環境 下載下來 然後也是在我的方式設定 一模一樣 沒有問題 還有就是說 基本上如果你已經開始 弄得出來的話 那如果說你想要知道更多 我在上課講義裡面 也分享了一個東西給各位 因為我教這門課應該教得還蠻多的 就是Android的證照考試 Android證照裡面有30題 基本上他的模式就是我講的這個模式 比如說你要做一個什麼 電費計算機 或者是諸如此類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 裡面基本上 就是把介面做出來 然後 去 讓user可以填一些東西 最後按按鈕之後的話 把結果秀在 你要秀的上面 基本上就是事件處理 那只是如何取得畫面上的東西 大概是這樣 如果有興趣 如果有興趣 也做完前面的部分的話 可以稍微看一下 裡面總共會有30道題 也是你可以很好練功的 然後 練完之後 也是一張證照 目前 Android證照裡面就只有這張 台灣好像 國際上好像也目前 好像還沒有出 相關的證照 所以這張證照目前 還有一點點 這個這個 就是 有點價值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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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